又是一天,大三独自走进偏僻小城里的彩票店,赵丽买了一份,在他看来只要坚持长期投资,说不定哪天就中个五百万了。 而后,他来到工作了十多年的同场,拿起托把,在楼梯上划着大大的S。 许多年过去了,他的两个哥哥、母亲、外婆皆归于尘土,只有他和父亲还活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,像两棵坚韧的树。 大三生来残疾,只有约1.1米的身高,已在世上飘零40多年,从未结婚,而今却有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,去西藏。 而这一梦想之所以如此遥不可及,正是因为大三异于常人的身体条件,没有人能保证他不会因高反而丧命高远。 所以不管大三多年来如何要求开眼睛店的哥们儿阿皮,他始终都不敢应允。 不同于大三,阿皮身体健全,已经去西藏旅行多次,他最爱看那里的湖水,总是派回来许多湖水和星空的美丽照片。 令大三心生向往,只是就算阿皮点了头,大三那已经80多岁高龄的老父亲,也不一定会同意。 老人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,再也不能接受这样悲痛的打击了。 眼看这份得不到支持的梦想即将落空,郁杰的大三一个人来到墓地,为离去的亲人们烧香上坟。 2016年春节,大三一路探学回到家中,曾经也有一个姑娘,摸着腿,看中了他这个人,想和他组建家庭。 然而机会在大三的犹豫不决中,匆匆流走。 错过了青春年少,仿佛爱情走了,并不会再回来。 最后,爱人远去,亲人也接连离世,只剩下他和父亲守着老屋,做着西藏的梦。 去西藏成了大三生命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。 他一个人去医院抽血化验,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适应高反的身体素质。 再次因为体型特殊而没能得到确切的答案。 阿匹却终于被他打动,同意开车拉着他踏上去西藏的千里长路。 怕父亲担心,大三留了个心眼,谎称自己这次是去四川老家探亲,这才得到许可。 父亲生于四川,19岁时参军,投身抗美援朝战争,后被分配到内蒙古吃风,也就是如今与大三生活的城市。 几十年过去,思乡之情却从未减少半分。 就在2011年,父亲还自己买上火车票,回老家探了一圈亲。 这次,为了给他一个答复,大三还事先去了一趟四川老家探望多年不见的亲戚。 唐嫂一家连连留他多晚几天,又送上许多土特产做礼物。 临别前,大三将自己与他们的合影用手机发给父亲,让他也乐呵乐呵。 而后,便借口有事离开唐嫂家,继续向着西藏赶路。 车一路开到海拔4298米的折多山,这里常年大雾,事故频发。 大三坐在车里,望着窗外大雨滂沱,想起因车祸而去世的两个哥哥。 父亲退休前的职业,一直是跑运输,两个哥哥便也干了这一行。 九几年的大哥开夜车时碰上路边有车抛锚,正欲躲闪,迎面又来了一辆大车,一时躲闪不及,酿成悲剧。 没过多久,二哥也因车祸离世,在大三看来,两个哥哥生前都很照顾他,小时候带他出去玩,长大了赚钱补贴家用,只是老天眷顾他们,才走得这样早。 如果没有这两桩悲剧,或许这个家庭的幸福会多一些。 父母得以享受天乱之乐,不必以泪洗面,悲伤度日,大三也能感受更多人世的温暖。 然而如果,也终究只是如果,不是所有分离都有重逢的机会,即使真能再见,也已经是另一个世界。 大三这样想着,不免有些伤感,体能也慢慢下降。 人体血液中的含氧浓度决定着高原反应的严重程度,若含氧浓度低于90%,就有引发肺水肿、脑水肿,甚至危及生命的危险。 阿皮每隔一段时间,就要帮大三测测血氧,发现他甚至跌破了80%,却也不敢声张。 谎称,他比常人还要高,体能没问题,帮助大三增添信心,见势头不好,便在海拔3300米的新都桥稍作休息,让他喘口气。 毕竟高反可不是闹着玩的,一旦严重起来,强救一晚都无力回天。 深夜里,客栈的流浪歌手弹起吉他,唱着,明天你就要结婚了,新郎不是我。 大三宁神看着手机,计划着明天。 车继续开,一直开到藏人称为上苍泪滴的燃乌湖。 望着纯净的湖水,大三也想着自己的心事。 拉萨就快到了,阿皮怕他吃不消,背着他走了一段路,他便笑了起来。 离开燃乌湖时,大三的电话再次响起,是父亲打来的,埋怨他一直不接电话,又叮嘱他,多在四川玩玩。 大三因为一直瞒着父亲自己去的西藏的缘故,总也不敢接他的电话。 最后,只好委托自己在城里的好友朱朱帮忙,去家里委婉地将真相告诉了父亲。 朱朱也是残疾人,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行驶在赤峰街道上。 他提着烧鸡来到大三家中,转达了好友的话,想起大三临行前告诉他遗书已经提前写好,朱朱总觉得鼻子发酸。 父亲得知了真相,沉默良久,开口只是对他的担忧。 而大三一路跋涉,受到沿途藏人的热情招待。 他们对他说扎西得乐,又为他献上洁白的哈达。 大三在内蒙古生活多年,却未曾收到过猛足的哈达,如今却在异乡得到这样的祝福。 陌生的人们填补了他心中的孤独。 终于,他来到了海拔3658米的拉萨,见到了雄伟的布达拉宫,前往布达拉宫的台阶仿佛永远没有尽头。 藏人们不断叩拜祈祷,大三需要付出常人几倍的努力才能来到这里,却拒绝阿皮的帮助,坚持自己走完全程。 在他看来,一个人如果走到哪里都需要人扶着背着,那就哪儿都不用去了。 而后,大三买了八个小转经筒和四个和尚泥塑作为纪念品,又一个不落地摸完了那里的转经轮。 他不畏前生,也不畏来世,只为今生与家人们短暂地相聚,世上的缘分便是这样难以预料。 他与两个哥哥也就做了这么久的兄弟,与母亲和外婆也就做了这么久的晚辈与长辈。 他们之间的爱与亲情就绵延了这么长,上苍便将这缘分收回,只留下他与同样落寞的父亲。 该走了,大三离开了布达拉宫,也离开了拉萨,却又萌生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。 他要去海拔五千两百米的珠木狼马峰大半营看看,那里空气稀薄, 含养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二分之一。 阿皮担心大三去了以后,连路都走不了,到了也不敢让他出帐篷。 大三却一个人去了大半营邮局,给远在家乡的珠珠寄了一张明信片。 见他没有零钱,邮局的姑娘本打算不收钱。 大三却坚持要付,说这是自己给珠珠的心意,不能让别人垫钱。 回帐篷的路上,大三矮小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,两旁的人们听说,他从内蒙古远道而来,都投以敬佩的目光。 晚上有人问他,你也是来珠峰净化心灵的吗? 他答,我挺纯洁的了,我不祸害人,也不肮脏。 离开珠峰大本营,大三与阿皮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,他把在西藏买的转金筒挨个儿送给好友,又将买的四个小和尚都放在桌上,爱不释手。 那封未拆开的遗书还在诉说着他对父亲的不舍,那些遗世的光阴还在岁月里等待回望。 小时候啊,每次跟着车出去玩去,你回来都骂我,这次呢,更远,去西藏,更不敢和你说,我怕你更加的惦记。 但是呢,我还得告诉你一声,这次去啊,我钱不够,我在我同学呢,借了六千块钱,假如是出现什么不好的状况,记得把这个钱要给人家,你千万不要去埋怨别人。 这些事呢,都是我自己决定的,这么些年嘛,那都是你们的心病,假如真要是出现什么意外啊,你们的心病也算有了结了,我这也就是天命。 2016年6月14日,小儿,三儿。 我爱这艰难又拼尽了全力的每一天,我会怀念所有的这些曲折,让我半醉半醒着游荡在我的命运中,让我跟随着他的祈福,与他共舞, 我爱这被风带走不会再有的每一天,那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快乐。 当我听到风从我耳旁呼啸着掠过,那一刻,我的心狂喜着猛烈地跳动,就这样走着,像样地活着,空的帆船里坐着孤独的旅人,漂浮在人世的茫茫深海。 故事配老酒,明朝在聚首,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,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,我在等诗,也等你。 感谢观看